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连接是什么呢 再说一遍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如果正常你是用等值去筛 或者是用别的条件去 或者是用我们的不等值去筛 都有可能 但不管你怎么去筛 是不是如果这个没有值的话 你是不是就筛掉了 但是我想看什么 比如说没有部门的员工信息怎么办 你是不是加一个外连接 是不是加加号就行了 你要么加这边 是不是要么加这边 其实我们的左外 用概念来说是 你加在右边显示的是不是左边的 是不是叫左外 右外 用按键来说的话就是 你加在左边 其实显示的是什么 右边的 能明白吗 所以这个概念它这个比较凌乱 它没有SOCO92好理解 懂懂吗 不是 它没有SOCO99好理解 好记忆 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的话就是 左外连接就是 加右边 显示左边的 右外连接就是 加左边 显示什么 右边的 显示右边的 左外连接是 加在在右边 是不是显示左边对应字段 Webm 这个了 没有值 的 是不是数据 这个dbNo pin Status 是没有值 能懂吗 一样的 右外呢 显示的 是哪里的 右边 显示的是哪里 但是 你不要特意去记 比如你记又把自己进崩了 你就这么记 不是左边就是右边 就拉走了 这边不好使 就加弹费费 那以后类似于像这种的查询 你就考虑是什么 外连接 比如说我要查员工 员工的姓名工作薪资部门名称 这是不是等着连接 但是如果这样查呢 你没有部门的员工信息呢 你这是不是又考虑啥了 是不是左外或者右外 就考虑右连接 那老师如果用92写的 那你不是加左边就加什么 右边 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的SURCO92能听懂吗 好 来 我们再来 SURCO99 SURCO 来 叫多表 我复制的了 这上面有都一样 好吧 这个头是都一样的 听着嘴 SURCO99 这个天气比较热了 以后咱们晚上吃饭的时候 就少去一能够咱们学校面 那种小摊什么的 不太干净你知道吧 今天咱班已经有两三个 两三个拉肚子了 吃坏肚子 因为天气现在也热了 所以你尽量的少吃点 你别把它作为一种 用你的每天晚上的饭去吃 知道吧 咱们餐厅 你说老师难吃 虽然难吃 咱们餐厅是正规餐饮 餐饮企业给的 知道吗 它有餐饮 我们的餐厅里面 它有餐饮许可证 你别说你这边 我在餐厅吃了饭 拉肚子了 你找徐要说 徐要立马就会去找他 我们上一家公司 这个是被换过的 知道吗 原来有一个被换掉了 这都是做的 找到正规餐饮 他们都是应该是给那种 大型的那种企业来做的 顺道把我们这个也给接下来了 知道吗 这个等会儿说 等会儿说 来不及了 民怨费 来搜货99 搜货99 多表查询 那我跟你说 搜货99的这个多表查询 和我们这个搜货9 就是一样的 第一步 多表查询第一步 一定先干啥 DK2G 是不是先做他的DK2G 然后做完DK2G之后 再干啥 筛选 筛选你想要的数据就好了 来我们先看搜货99的DK2G 它的DK2G是这么来写的 比如我们举的例子 还是查询员工机器部门 好吧 还是这个 还是这个 来我们这样写 先做DK2G的话 是 select select 新 from emp 我们原来是逗号Dpt 不这样了 直接 cross doin Dpt 使用的是关键字做的 但是你看结果是一样的 70条 DK2G 能看懂吗 使用crossing关键字 做的什么 DK2G 如果你想看迪卡尔机的话 就用什么 crossing 能明白吗 然后我们是不是再去删 是不是你像crossing关键字 是不是做了迪卡尔机 对 但是你看 cross 成练 能行吗 不行 不行 DG有什么 crossing关键字 来迪卡尔机是在9299当中是使用 crossing 交换 进行 使用cross交换 关键字 关键字 它的写法 就是 slag的 这是内容吧 from 表明 cross 交换 表明 那怎么办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叫查询员工姓名 这个我先放在最下面 这个放在最下面 这是DK2G 这个没啥用 这个99呢 它和92不太一样 92的话 你是不是先做了个DK耳机 然后 是不是继续接着筛就好了 99这个是专门给你看DK耳机的 它就像DK耳机以后 我们再接下来讲的话 它是默认实现的 就你老师 我就想看它DK耳机怎么看 你就只能这么看 能懂吗 不像我们92 你直接一点 它是不是能直接给你筛出来 我给你写 这个DK耳机的做法 就这么来写 还有一个叫自然链接 我们来看筛选 看DK耳机 看DK耳机 就只能这么去看 必须用CrossJoin去看DK耳机 听明白明白 好 筛选里面 我们先说的一个叫自然链接 那我再说一遍 底层一定是不是先DK耳机 好 自然链接是这样的 叫 slag的 我们看这个 sync from dmp 叫natural 自然嘛 就 dpt 可以吧 来我们看结果 多少条 13 13 老师 这不太对吧 我告诉你 你自己来看 这13条结果 就是员工及其部门 发现了吗 发现了吗 游和一起来了 看懂了吗 其实natural 教练它底层帮你干联接的事情 首先先做了个DK耳机 并按照 按照两表相同自断 做了一次筛选 他已经做过了一次等值筛选 能明白吗 所以这叫自然链接 我们看它的特点 缺点 特点一 特点一 是 底层 先 是不是DK耳机 然后 按照 相同 自断 是不是自动 是不是进行筛选 对 对 这样吧 我按照同名同质自断 同质自断 对吧 什么意思呢 我们刚才在92里面写那个等值连接 我是不是写了一点DPT number 等于D点DPT number 因为那两个字段里面刚刚好 是不是都叫DPT number 对 但是其实名字是不是可以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在92里面这个等值啊 这个等值连接筛选 不一定这个表的字段名和这个表的字段名是一样 值一样就行 对 等值 你自己筛 你想要的是不是这个字段的值和这个字段的值一样 对 不是名一样 能懂吗 对 能懂我的意思吗 等值等值吗 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听懂了吧 所以在这地方写一下 注意 注意 是 是 条件 为 字段的值 是必须相同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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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进行筛选 字段的名字 可以什么 不同 但是 自然链接 就不行 叫同名同志 它底层默认帮你找这两个表的名字也一样 值也一样的字段进行一次筛选 是所有的 我们这两张表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字段是一样的 那如果这两个表里面还有别的字段也一样呢 它就相当于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我们在92里面 这是不是一次筛选 我是不是还可以按的一点 假如我随便写一个 假如一点里面 它还有一个叫 E name 等一个D点 E name 都有这个字段 相当于natural 底层自动帮你做了一个这个事情 有几个算几个 能懂吗 能听懂我意思吗 嗯 natural 底层自动按照所有的同名同志字段进行等值筛选 嗯 嗯 听不懂 如果以92去解释的话 相当于底层默默无闻 帮你做了这样一个Ware 嗯 听懂了吗 嗯 嗯 OK 来 我们再来看99 再来看这句话 按照同名同志是所有的 同名同志字端自动进行什么 等值筛选 能看到吗 这是它的特点 但我来看它们的缺点 缺点很明显 如果 我想 如果 想 按照 按照 字段 名不同 但是 直 相同 我们92 是不是可以做 相同 进行 等值 谁 筛选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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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再来看上面这句话 就是所有的 如果 只想 按照 某 呃 只想 这样吧 我不想所有的 我只想按照 这部分 自端 自端 是不是进行结果 筛选 嗯 进行结果 筛选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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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现在 不给你们尝尝 现在发现我随便收点东西 你们就停不下来 不是 能放 但你得学会收啊 收不住啊 来 这两个问题 是不是解决不了 能懂吧 这个地方 来我们看 问题的解决 我把这个 放这吧 筛选 我把这个问题 我放到最上面 都能做到 现在是不是 那这个自然连接是什么 是不是使用关键字 叫 它的使用方式 你觉得它常用吗 不常用 因为它太不自主了 你明白吗 因为筛选 你是不是不可控 这个叫内容 表明 然后 nature 叫 表明 能看到吗 嗯 好 OK 我们下面 这是自然连接 下面我们解决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缺点一把 叫问题 问题 问题 可以吧 来我们看 解决 解决叫 使用 使用 using 解决1 使用using 我这个应该 我应该给它来换个位置啊 这个变成 解决1 使用using 关键字 什么意思呢 你不是想部分吗 你不是想部分吗 你不是没办法不知道吗 这样写 叫slack的 ing from EMP 不再叫nature 叫 inner 叫 还是谁 DDD DDD 直接走 不行吧 必须使用什么 关键字 using 其实就是这样的 99和92有个很大的区别 是99在做的时候 你必须得筛选 直接筛 它不给你显示迪卡尔机 92我们是不是可以 我不做wire 我是不是直接看的就是迪卡尔机 92不让你看迪卡尔机 99不让你看迪卡尔机 老师我就想看迪卡尔机怎么办 那你就cross交往 能懂吗 嗯 好 using 这个里面 就直接写 括号 用的是字段 就叫DEPT 那么 你再来看 删备 是不是13条 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用它 和它 是不是做了一次 底层是不是做了一次迪卡尔机 嗯 并且是不是用这个字段 做了一次什么 等值 是不是等值删选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 它俩必须都得有谁 DEPT 但是 如果它们两个表里面 有四个字段是完全一样的 但我指明了是不是用U定DPT 嗯 这相当于我 我是不是只用了部分 嗯 如果假如还有一个呢 逗号 比如说Enam 这是不是让你自己去指明了 Nature交往是不是自动的 所以 听明白吧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使用U定关键字 那U定关键字 它的作用就是什么了 它是可以指明使用指定的字段 是不是对联合查询的结果进行等值删选 但是 我再说一遍 联合查询的结果 你是看不见的 和92 92不一样 92你是不是可以先执行前一半 然后再去删 嗯 这个看不见啊 其实相当于这句话 底层一执行完 它底层是不是先做了一次DK耳机 然后又做了这个 听明白没 嗯 这是指明 但是注意 指明的字段 必须是必须是两表 必须是两表 两表 两表的 是不是同名字吧 同名同值吧 可以吧 可以吧 然后我们看它的使用 叫slack的内容 表名 inner join 表名 using 括号 字段名 这个是不是就比我们的natural 就在什么 是不是稍微灵活了一点点 是不是把所有是变成指明了而已 但后边是不是还是同名同值等值 嗯 听懂了吧 嗯 那是不是还有个问题二 如果问题二你能解决了 一 是不是就无所谓了 嗯 因为你二 是不是可以按照 字段名不一样 是不是值一样 怎么怎么的 是不是让你自己去随便写了 对 那是二能做的 一能做的 是不是二一定能做 嗯 是意思吧 能懂吗 嗯 那老师二到底怎么解决呢 请吃饭 下午的时候 请下个背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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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